根據調查 台灣每人平均一年要喝掉122杯咖啡 有四成的人每天至少都會喝一杯 我就是其中之一啦 身為一個咖啡重度成癮的人 早就想好好研究一下 到底咖啡為什麼會這麼吸引人 最重要的是 喝咖啡對我們的身體會造成什麼影響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壞處 要怎麼喝 才能最大程度的增進身心健康 並且避免咖啡對身體的危害呢 這支影片可能是你能找到最完整的攻略喔 嘿大家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新朋友 我叫阿修修 這個頻道我會跟大家分享科學認證的方法與工具 來幫助大家工作更有效率 身心更健康 我實在太愛喝咖啡了 看看我的器材就知道了 我還花了大錢去上了台大王玉文教授開售的 精品咖啡系統工程學 回來之後 自己也轟了好一陣子豆子 每天在那邊撿豆子 烘豆 紀錄水分 失重 真的是很費工 我想說喝咖啡的每一個步驟 從襯豆子 磨豆子 到聞一下咖啡香 看著水柱沖下去的時候 新鮮的咖啡粉膨脹起來的樣子 一直到喝下第一口 這已經是開啟我美好一天不可或缺的儀式了 就連我騎腳踏車出去旅行的時候 微微帶著新鮮的咖啡豆 手搖磨豆機 還有旅行用的咖啡濾網 從帳篷裡面出來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燒水泡咖啡 網路上有太多咖啡相關的資訊了 大家眾說紛紜啊 所以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 把很多重要的研究整理起來 看了超過20篇權威論文耶 然後才做了這支咖啡完全攻略 希望能夠幫到跟我一樣的咖啡愛好者 先說結論好了 如果喝咖啡的量跟時間適當的話 咖啡對人體的影響是 Z大於B 而且是超多ZZZ的喔 首先要先來破除喝咖啡的一些常見的迷思 你可能會聽到很多人說 咖啡會讓你 胃食道逆流 會得骨質疏鬆症 好會讓你手發抖甚至心計 我可以在這裡很負責任的跟你說 這些都沒有經過科學證實 之間的強烈關聯性 我會在下面的文字區列出兩篇研究 來說明咖啡因跟胃食道逆流 以及心計沒有直接的相關 如果你是比較不常喝咖啡 對咖啡因比較敏感的人 一下子喝太多咖啡 的確有可能發生心跳加速 跟手抖的狀況 但通常一下就會恢復了 下次不要再喝那麼多就好了 而骨質疏鬆症 這件事情也爭論已久 咖啡的確會把體內的鈣質 由尿液帶到體外 我有看到的確研究指出 高劑量的咖啡因 會讓老年人的骨質流失 但是關聯性並不高 甚至還有研究指出 喝咖啡能夠增加骨質密度 所以醫學界後來漸進有個共識 只要一天的咖啡因攝取量 不要過量 大概一到兩杯 咖啡因小於300毫克 再加上足夠的鈣質攝取 喝咖啡是不會造成骨質疏鬆的 接下來我就要跟大家說明 咖啡有可能造成了兩大危害 以及要如何避免 第一是惡名昭彰的這群毒素 這個是種子或是豆類發霉會產生的毒素 相當毒喔 會傷害到肝臟跟腎臟 還會致癌 生咖啡豆在經過烘焙之後 毒素絕大部分都被消滅了 但是如果熟豆的保存不當 像是你放到冰箱裡面 就有可能會發霉 而且產生毒素 我的做法就是從幸運良好的烘豆商買熟豆 並且在一個月之內就喝完 太簡單了 若非萬不得已 我會盡量避免在便利商店買咖啡 第二是咖啡因會影響到睡眠 常看我影片的就知道 我把睡個好覺 視為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有會抵觸他的我會一律避免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這支 睡眠三大殺手的影片 裡面有說明咖啡因是如何影響到睡眠的 咖啡的半衰期大概是6到7小時左右 所以12個小時之後 還會有四分之一的咖啡因在體內流竄 研究睡眠的世界權威 Matthew Walker博士常常講 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就算喝了咖啡還是睡得著 但事實上咖啡因會妨礙我們進入真正能修復身體的深度睡眠 所以起床之後還是會覺得累累的 趨使我們喝下更多的咖啡形成惡性循環 所以我是嚴格規定自己 中午吃飽飯之後 我就絕對不再喝咖啡了 講完咖啡潛藏的危害 現在就要來講講令人興奮的 咖啡帶給我們正面的影響啦 以下我會分成五大項喔 說真的 整理完之後 我真的為那些不喝咖啡的人感到惋惜 你們真的不知道你們錯過了什麼 尤其是第五項 我保證你一定是第一次聽過 一定會大吃一驚 第一 增進大腦的認知能力 讓心情變好 咖啡因進到體內之後 它會刺激我們大腦分泌多巴胺 腎上腺素 還有乙烯膽減 我在之前那支介紹高專注工作法的影片有講到 就是腎上腺素跟乙烯膽減 能夠讓我們保持專注增加反應速度 並且打開神經可塑性的大門 讓我們能夠學得更好 記得更老 而多巴胺更是會增加我們做事情的動力 讓我們的心情保持正面 為什麼那麼多人會喜歡一大早就喝咖啡呢 就是因為咖啡因可以馬上提升我們的精神跟心情 增加我們做事情的動力跟效率 完成事情之後 獎賞回路又會啟動 驅使我們再繼續做下一件事情形成正向循環 所以一整天下來 看到自己有這麼有生產力 完成這麼多事情 心情當然好啦 也有研究指出 隨著咖啡因攝取量的增加 憂鬱的風險是會降低的 第二 增進運動能力 咖啡因能夠增加運動表現這件事情 應該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了 從1970年代開始就有許多研究證實了咖啡因對運動表現的幫助 它可以增加肌肉收縮力跟耐力 並且能夠增加中樞神經系統的反應速度 但是要服用多少才有效呢 這篇研究指出 有些運動員對咖啡因的用量很高 甚至在比賽前就達到了每1公斤體重10-13毫克的用量 所以以我當例子好了 我的體重大概是70公斤 這代表在運動前就要喝下700-900毫克的咖啡因 等於是三杯小七的大杯美式也 但凡是過油不及啊 這種高積量的咖啡因反而會讓身體有些不良反應 像是心跳加快、腸胃不舒服 還有過度緊張、注意力無法集中等狀況 反而會影響運動表現 所以研究建議運動前不要服用超過每公斤體重3毫克的咖啡因 以我的體重來說大概就是200毫克左右 也就是小七的中杯美式一杯就夠了 如果是體重比較輕的女生就要再減量 第三控制體重跟幫助減肥 其實這也不是秘密了啦 在一篇權威研究發現 受死者在隨機接受安慰劑或100、200以及400毫克的咖啡因之後 咖啡因組的基礎代謝率明顯增加 而安慰劑組的就沒有 所以喝咖啡加上我上一支影片講的不運動減肥法 那效果更是顯著啊 一篇今年才發表的review也指出 在統整分析了94個研究之後 咖啡因的確能夠增加脂肪的代謝率來幫助燃脂 我在出門跑步前一定會喝下半杯咖啡 就是這個原因 很多人問我怎麼步入中年了身材怎麼還維持得這麼好 早上喝咖啡加上站著工作就是我的秘技之一 第四 增進身體健康尤其是肝臟 這個好處就不是咖啡因帶來的 而是要歸功於咖啡豆 咖啡豆含有相當豐富的抗氧化成分 包括濾原酸阿胃酸咖啡酸等多種抗氧化多分化而物 可以減少自由基對身體細胞的損傷 對於心血管疾病有預防的效果 也有研究指出 咖啡可以減少肝癌跟慢性肝病的發生機率 一偏研究統計了美國加州地區超過20萬的居民 發現每天喝2-3杯咖啡的人 能夠降低38%的肝癌風險 以及46%的慢性肝病風險 難怪剛剛提到的Matthew Walker博士 也公開改變了他對咖啡的看法 認為只要在對的時間喝適量的咖啡 甚至你就乾脆喝低咖啡因的咖啡也可以 對身體是有好處的 第五 讓你愛上運動還有其他事情 這是讓我最驚訝的一個效用 我要來鄭重跟大家介紹這篇 刊登在頂期期刊Science的研究 科學家發現有些植物的花蜜中 含有微量的咖啡因 這個量小到不會讓蜜蜂覺得苦 但又能啟動蜜蜂腦內的多巴胺獎賞回路 讓他們在這些特定地方的花朵採蜜的時候 會覺得感覺特別好 更有動力更有精神 還記得前面講了嗎 咖啡因會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 跟以其膽減 所以這會讓蜜蜂記住這些特定花朵的機率 達到三倍 事實上咖啡因是自然界中 相當有效的Reinforcer 就是加強劑 把它加在任何食物當中 都會讓包括在人在內的動物 下意識的喜歡這個食物 而這也可以應用在其他事情上 像在一篇研究裡面指出 跑步前喝一點咖啡 會讓你腦內分泌更多的多巴胺 讓你愛上跑步 這樣你應該知道 下次約曖昧的對象出去的時候 最好要挑一間燈光美氣氛家的咖啡廳了吧 最好老闆還是個有故事的人 然後你再跟老闆弄熟一點 走進店裡也直接坐在最好的位置上 連菜單都不用看 就先點一杯 跟老闆是些套好的隱藏特挑 你的對象一定會對你另眼相看 大大提高你成功的機率喔 以上就是我花了好幾天 看了幾十篇論文再寫出來的 咖啡完全攻略 我會把看過之後覺得有代表性的研究 全部都列在下面 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研究 下一支影片我就會來跟大家介紹 我目前的咖啡飲用策略 以及我的morning routine 最後還是一樣 我要跟你說 你很棒 放輕鬆 別太逼自己了 先來喝杯咖啡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其實這是水啦 因為現在晚上了